今天这节课跟大家分享 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如何将速度练均匀 找到节奏感 这里呢 去给大家去说一个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 咱们练拳的时候 在传统套路当中 传统套路当中的要求 速度均匀缓和 静不断 翼不断 气不断 行云流水 节节贯穿 那么这个静忌的套路要求呢 就是要求 蹿蹦跳跃腾挪闪战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节奏感非常强 手眼身发部的配合协调非常明显 所以说老师问到节奏的这个问题 就像包括速度均匀的这些问题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掌握 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点 就是你速度要均匀 首先你的气息要均匀 气息均匀的时候 你的呼吸缓和 身发配合协调 才能让你有一个正常缓和 而且没有速度差的一个动作形态 那么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呢 就是你起码得对动作熟悉吧 对不对 你对动作还不太了解的时候 你去打太极拳的 肯定会磕磕巴巴的 所以说这里呢 主要是从呼吸上下手 我们不用去刻意追求 呼吸和动作的这种极致配合 因为这样很容易横气填胸 那么我们只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呼吸呢 自然且正常 符合你人体生理的一个舒畅的 调节的这样的一种顺畅的呼吸 即能让你做到练拳时候均匀 不憋气 速度缓和并且很匀称的情况 所以老师们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一旦发生速度不均的时候 那你的呼吸一定会产生急促 或者是沉闷 甚至是横气填胸 所以老师们要从自己的呼吸下手 如果发现你的这个呼吸突然变急促了 那证明你的全速应该是变快了 而且身体的压力也变大了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需要更多的呼吸来去维持身体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说 如果你想要匀速的这个拳架 拳行拳的一个过程 那么你一定要匀速的呼吸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练拳是如何保持速度均匀的一个知识点